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作为全球晶圆代工龙头企业已经转向先进的制程节点很久 但仍然运营着那些较旧的晶圆厂 这意味着其仍然拥有相当数量的成熟制程制造产能 2024年台积电近50%的收入来自5年或更长时间的节点7奈米级以上 这与英特尔形成鲜明对比 英特尔在转向新进程时同时关闭旧节点是很出名的 当英特尔决定这样做时 这对他们的商业模式来说是有意义的 不过如今他们试图进入代工领域 关闭旧节点后缺少成熟产能成为了一个新的障碍 这么看不得不好奇台积电的旧制程节点到底有多赚钱 虽然台积电会按制程节点划分营收情况 但是除此之外披露的讯息很少 从实际情况来看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节点贡献了52%的营收 但仅产生了27%的利润 话虽如此重要的是要记住 这些制程节点尤其是三奈米制程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并且在盈利能力方面正迅速提升 2023年的数据实际上显示 三奈米和五奈米制程均处于亏损状态 近年来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业内有分析机构认为 估计到明年营收占比和利润占比将会更加结界 刚好赶上新制程节点的推出 公开数据显示 台积电2024年第四季度总营收为268.8亿美元 同比增长38.8% 净利润为115.92亿美元 同比增长57.1% 其中三奈米和五奈米先进制程技术需求强劲 推动公司业绩增长 台积电预计2025年的营收将达到千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3.3兆元 这一预期超过了市场普遍预期 显示了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领先地位 成长动能主要来自智慧型手机 高效能运算 HPC 物联网和汽车等四大应用平台 此外台积电对未来五年的营收增长预期也非常乐观 预计年复合成长率CAGR接近20% 成长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AI需求的强劲带动 以及与全球优质半导体公司的共同努力 台积电只按制程节点公布营收情况 不公布盈利能力或费用情况 但这对于分析已经足够了 因此主要影响因素是折旧 台积电财务状况的关键在于 旧的制程节点设备已完全折旧 该公司设备的折旧年限为五年 所以2017年推出的7奈米制程是一个分界点 所有更新的制程 3奈米和5奈米仍存在折旧负担 该公司将其超过90%的折旧费用 进入了销货成本COX 所以出于分析的目的 根据营收占比将折旧分配到两个先进制程节点上 然后再根据营收占比将剩余的销货成本 扣除折旧后分配到所有制程节点上 这可能会有点偏差 较旧的晶圆可能成本更低 且所需的制造步骤更少 但这种差异是极小的 接着来看研发费用 假定大部分研发投入都用于最新的制程节点 并且同样按照营收占比将这笔费用分配到 300奈米和5奈米制程节点上 由此根据各个制程节点 各自的营收占比平均分配了销售 一般即行政管理费用SGNA 这可能会高估较旧制程节点的成本 因为较旧的制程节点 大概不需要那么多的管理时间或销售资源 然而分析机构认为 这两个先进制程节点 在攻克技术难关和提高良率 尤其是300米制程的过程中 仍然会产生相当多的研发成本 所以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成本 但这种高估的程度是可以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 近日台积电宣布将于4月起接受2奈米晶圆订单预定 在全球率先量产2奈米 预计今年年底月产能将达到5万片 潜在客户包括苹果、AMD、英特尔、博通等 除了先进制程晶片方面 据最新的业内传闻显示 回答NVIDIA下一代Rubin GPU将采用台积电的SOIC封装技术 即System on Integrated Chip 这一页将是该公司首款采用Chiplet设计的GPU 市场期待 台积电SOIC有望取代CodeOS成为市场新焦点 预期需求将大幅成长 随着挥大Rubin GPU的登场 不仅重新设计构架 还整合HBM4等业界领先的零组件 台积电已开始加速在台湾建设新厂 将重新从现有的先进封装CodeOS 转向SOIC系统整合单晶片技术 由于挥达AMD及苹果都将在未来 推出基于SOIC设计的产品 台积电预期该技术将迎来庞大市场需求 根据研调机构预估 台积电今年底SOIC产能将达1.5万片至2万片 明年将翻倍扩增 SOIC能将多个Chiplet整合到单一高效能封装中 一位GPU 记忆体 IO等不同类型的晶片 都可以安装在同一个晶圆上 提供更大的设计弹性 并针对特定应用进行最佳化 目前AMD 3D V-Cache处理器 就是基于SOIC技术 而挥达和苹果似乎也计划跟进 挥达Rubin构架 将率先导入SOIC设计 其Vera Rubin MVL144平台 具称将配备Rubin GPU 内置两颗接近光照 Ratical大小的晶片 FP4运算效能可达50pflops 并搭载288G的HBM4 更高阶的MVL576平台 则将搭载Rubin Ultra GPU 内含四颗光照大小晶片 FP4运算效能达100pflops 并支援16个HBM4E晶片 总容量达1T 此外 苹果也计划导入SOIC 其下一代M5晶片将采用SOIC风创技术 并整合到苹果内部自研的AI伺服器 虽然目前M5晶片详细讯息仍有限 但可以确定 该晶片将应用于未来iPad与MacBook 台积电预期到2025年底 SOIC产能将达到每月2万颗 但至少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 会打Rubin上市前 台积电的主要封装重心 仍会放在CoOS技术 因此 台积电正加快其在台湾的先进封装产能扩张 其AP8工厂和AP7工厂 均以提前设备安装时间表 前者致力于扩大CoOS产能 此前预计最早于2025年4月开始安装设备 并可能于下半年开始量产 后者任务是提高SOIC技术产量 原定于2025年底进行设备安装 现已提前至8月 预计今年SOIC产量翻翻至1万片 并且在2026年再翻一番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坎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